一日一蘋果,中共遠離我 這個星期日裏面,如果你是在海外的香港人 不論你在哪裏,我知道全國加拿大裏面 有七個城市都會有這個 反抗中共營救手足的集氣大會 大家記得拿著蘋果 我們要新聞自由,我們要營救香港的手足 那你就要出來的了 我知道三藩市,紐約都會有的 不知道英國,澳洲那些有沒有 總之你拿著一個蘋果 全世界的國際記者就會看見這件事 就會問這個蘋果是什麼 好了,今天這個YouTube裏面 特別送給我們兩位局長 我覺得這兩位局長,雖然表面上應該很難受到制裁 不像我們的保安局局長 兩位一哥 不過我覺得其實這兩位都是應該 和遲早被制裁的 一個就是我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第二就是我們的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雖然兩飯裏面都似乎不是碰到一些比較敏感 拘捕人的話題 但是在我來說 疫情我相信全香港人都受了 不論你是做食肆 什麼時候可以堂食 蹲起來吃 疫情裡面什麼時候沒有口罩 什麼時候放人 什麼時候不封關 什麼時候令到我們前線的人都受到這個最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你們配合了中共的一些政策 又沒有告訴香港人 到底這個方舟醫院在香港建 又或者裡面的測試裡面有多少方言 這些我覺得都是應該要制裁的 不過不要緊 首先這件事 另外楊潤雄局長就是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上學 什麼時候不上學 那時候DSE裡面搞到一鍋抱 裡面我們的問題 在我們的國安法裡面 連我們的小朋友都開始要被洗腦 老師一條龍 校長都受到這個政權的威嚇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你們是否應該被制裁了 不過今天我想說這條計仔 就是特別要我們加拿大安省 就是我們多倫多 解釋一下 就是加拿大安省Ontario 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就是要大家容易了解一些 就是這一件事 對於我們香港這麼低致的 兩位局長的一些政策 就是包括疫情裡面 或者是上學可以怎樣安排呢 我們出了這裏 就是安省的省長 就出了一條巧了 接下來的九月是即將開學的 咦? 加拿大的疫情都很厲害的 就是了 疫情厲害不代表沒有政策的 其實這件事為什麼我特別送給我們 就是香港的兩位局長就是這個意思 安省讓我先形容一下 安省有點像溫哥華的BC省 就是如果你說最多華人 最多香港人聚居的一個省份 因為裡面包括Ontario 即是Toronto 多倫多 北約克 士加堡 斯加坡 馬琴 Richmond Hill 這些都是在安省裡面 York Region 大部分人買的房子 如果你要移民 大部分人來多倫多都是住在安省裡面 所以是最多華人住的 所以這件事給大家 如果你在看的時候 就有個明白了 安省Ontario 就是加拿大裡面有很多個省 多倫多包括奧泰華 這個首都都是安省裡面的 相當大的一個省裡面 最大的Lake Ontario 另外一個就是Niagara Falls 尼瓜拉瓜大瀑布 就是在安省裡面 很多人以為多倫多是一個景點 從來這個Niagara Falls 不是在多倫多裡面的 他在安省裡面 好了 其實接下來這個政策很重要的 就開放學校了 到底今次在疫情裡面 到底安省的省長 叫Duck Ford 他一家裡面都是政客的 也是做家裡很多生意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 他就不是為了錢做事的了 他兩兄弟 之前就有一位 另外一位Ford 因為心臟病過了生 這位哥哥 就繼續從政 結果做了安省的省長 很主張運動的 很喜歡打Hockey的 打Baseball的 他一定是很注重這些 學生上學的事件 我都知道全世界裡面的人 當然想經濟快點可以開放 你看到很多地方 譬如在瑞典地方 他就不會建議人不戴口罩 你中就中招 總之你家裡有病 你就回家了 很崇尚人權的 有些地方建議大家人口罩 不過你看到海灘 大家看新聞 看到那些地方滿了人開派對 即是巴西這些 結果全世界就是 美國、巴西和印度 是疫情最多人佔了全世界 還了2000萬裡面 起碼有1000萬以上的人 來自這三個國家 好了 講到經濟活動那些 我們就不講了 今天是講教育 我相信很多你看我的頻道 你家裡都有些小朋友 會擔心什麼時候會開學 香港無計可施 有疫情 有時又要聽林鄭怎麼說 又要聽中共怎麼說 我們這邊在接下來的9月 就會正式可以上學 那它有什麼措施 我覺得值得香港這麼低至的局長開者鏡 其實都危險的 我們所面對的事情 跟香港沒有分別 為什麼它們這麼夠僵 可以打開學校 叫學生回來呢 其實整個安省裡面 這次疫情是損失了 339 billion 390億加幣 390億加幣 另外一次 譬如今次如果純開學 他打算花的錢 差不多是3億1千萬左右 實際數字應該是3億090萬 的數字 打算在重啟學制的時候 2020的9月 我要讓所有學生 上學的時候 要扔的錢 就是差不多3億1千萬 很多錢的 跟著下來 其中裡面有五千萬 五千萬 你也知道 安省裡面 講的上學 包括由小學 至中學 講的這件事 其實講的公共學校 即公共學校 即政府學校 裡面有什麼設施 他們會做呢 除了他們所有校內的人 要戴口罩 老師要戴口罩 也都 那些老師 就像香港一樣 入親學校 就要做這個 發燒 探熱針 探熱槍 但是呢 他在這3億1千萬裡面 就撥了五千萬 五千萬 聽著 五百個 這麼大把 雖然聽起來很少 五百個 一個特別 為了疫情而設的 全職學校護士崗位 的一個工作 這些register nurse under一個 就是護士機構 工會裡面 他們這次 要負起的責任相當多 相當多 因為他們都知道 因為其實 每個人都很想 即我們相信一些 公務員 其實他們的心 很想有 社會活動正常的時候 即他們都很有負擔 尤其是這邊的 nurse 這次來講 其實他是一個 一條龍服務 即一個學校裡面 不論遇到什麼case 老師 發生什麼事 裡面如果突然間 有個學生怎樣 他的任務 即這五千萬 請這些全職的人 去到不同的學校 他做什麼呢 他就是做 差不多是輔導員 不過在這個疫情當中 發生的輔導事件 即突然間人發燒 突然間一位小朋友 那時候怎樣封鎖 他們要上 course 這五百個人 是特別要上 course 所以他們特別的任務 就是 扶起了他們要去學校裡面 即有一些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譬如突然間 即我們都知道 我們看到紐西蘭 即是很厲害 他們雖然很久 一百多天沒有任何本地源頭的個案 突然間有四宗 他們很果斷 整個城市封鎖了 整個城市是不准人出入 希望清了這十四天 香港就是永遠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因素 永遠就藏了 有些說有些不說 這次香港又開始可以轉機了 又可以有轉機了 那會不會有第四波呢 當然有很多陰謀論 這些我不說了 但是說回這個學校裡面 為什麼我覺得值得隻鏡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家長 找得太久的時候 這個都不是長遠之計 我們知道 就算他乖乖地在家裡 他們怎樣呢 他們學習 他們是否從此再不學東西呢 又不行的 那怎樣呢 說真的 這邊所有加拿大的人 雖然說限聚令也好 你可以Stay Stree 入餐廳 坐一半人 進去那些人脫下口罩 其實說真的 你找得太久 出去也有個風險是會中招的 但是那些人都寧願出去 為什麼呢 你真是一個被監禁的人 是很慘的 被禁錮的人很慘 所以我們知道 學校學生 尤其是小的那些 就是會有一些很難搞他們 有些有些情緒 Special needs 的小孩子怎麼辦呢 好了 他們找了這五百個護士 他們有一個特別任務 就是Specially trained 他們有Social Issue 衛生issue 他們的常識 出所員的course 學校有些事情 突然間有爆發的時候 他們要跟學校說 這裡要封鎖 立刻要匯報 其實某程度上 他們是有個系統的 你從來不會聽到 香港是有這種系統 為什麼 起碼這裡的省長 Doug Ford Douglas 他都會有一個看法 學生再不回 是不行的 經濟再不回 是不行的 只會損失 我們 預算是否不會有outbreak 是有outbreak的時候 有outbreak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呢 從這些全職護士 特別training的護士 under這五千萬的預算 裡面的護士 他們的任務 受薪 就是做這個匯報 有什麼建議 立刻做這件事的時候 變成了 至少追蹤的源頭方面 一定會有效果 至少不會不用上學 不過我知道 這裡有些私校 也有些家長多倫多 他們一些私校裡面 說真的 他們都想看定些 就是說 說真的 接下來九月 又是在加拿大會冷的 這個叫做fall 已經差不多是秋季了 我們都聽聞過 秋季這個疫情又會回來 因為越冷這些virus又流行了 正如正常的flow一樣 flow season又到了 這個更加未有疫苗的疫情 裡面更加會猖獗 這樣的時候很多家長寧願 有些私校給他們的option 他們說 我們學校建議 你當然上來學校實體上課 不過我也給他們的option 因為既然是私校 你可以home school 即在家裡教書 教自己的課程 和自己的小朋友 目的 因為你給錢 先看定些 看定了public school 即這些公立學校 有這些特別護士 開了幾個月之後 也都已經進入秋天 中秋了 的時候 到底學校的爆發會不會來呢 然後他們說 當學校都宣佈是安全的時候 這些私校的人都會加入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陳少時局長 又或者楊潤雄局長 麻煩你增大隻眼 這個世界裡面 很多學校制度裡面 所面對的疫情 不會不嚴峻得過香港 只不過是你們 從來沒有放香港人的interest 在你們的桌面裡面 在你的agenda裡面 所以搞到我們香港小孩 是沒得上課 所有家長要特別抽時間 是看著他們 你們有沒有福利給他們 這邊沒得回來的時候 那些人有二千元的加幣給他們 是不是 好了 然後 又是陳少時 令到經濟疫情 大家沒得吃飯 原來最近訪問你 原來很多人都要出去上班 以為很多人在家裡工作 那些是你政府部門 所以你們收了幾十萬 這麼不貼地 令到香港人這麼多人倒閉 其實你都應該被人制裁 不過暫時來說 我們看看這個轉機的時候 會不會疫情又飆升 但是我只不過這麼說 如果你們想借鏡的話 請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這個加拿大裡面 其中一個最多人移民的地方 安省 香港最多華人 最多香港人移居的地方 就好像等於溫哥華的 BC、British Columbia一樣 Richmond Hill這些 都是在裡面的 他們都是有政策對待這件事的 所以 拭目以待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件事 我覺得以後會多些 譬如說將加拿大一些 我看的事情 跟香港真的可以借鏡的 這個世界上高 所以安省 加拿大的政府 或者是省政府 這個三億一千萬的budget 雖然大家都是這樣做的 起碼真的用在民生裡面 香港的錢 是用了不知在哪裡 所以 好了 今天裡面 講完了這個學校資源 大家記得吃蘋果 一一一蘋果 中共遠離我 今個星期日見 OK 記得subscribe 支持我這個channel 如果你課金 更加多謝